在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孪生的时代,传统制造业正经历着重大变革。 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应用,让智能化的未来工厂成为现实。 北京ABB低压电器有限公司MCB外观检测系统通过集成自动化设备,并结合计算机视觉技术和AI技术提高检测水平,使得生产效率获得极大提升。 这是我们第一次把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到我们的生产运作中。 在实施AI项目之前,我们虽然也对产品进行了百分之百的人工检测,检测产品是否存在破损、脏污、印刷和临近缺失等瑕疵。 但是由于要识别的特征特别的多,特征之间的差距又特别的小,而且我们每天的产量很大。 这样对警测人员的经验、责任心、生理状态都是非常大的挑战。 人影的警测非常难满足我们的运作需要。 如今,我们将AI技术应用到外观警测中,通过知识学习不断优化我们的警测模型, 这样我们大幅度提高了警测的稳定性、覆盖率和敏捷性,也大幅度降低了我们人云的负荷。 工厂的运营效率、质量都有了很好的提升。 我相信这也可以给我们客户提供一个更好的产品体验。 整个系统涵盖两条生产线,方案合二为一,又相互独立, 既同时实现两条生产线的外观检测,又互不影响。 为了能够满足两条生产线高峰时段的产能需求,使用了五台ABB机器人。 实时检测环境中,通过对前端图像的读取、收集与处理, 打造敏捷、高效的缺陷检测能力,让所有瑕疵无处遁形。 另外,系统可实时监控产品外观质量信息,运用云端大数据分析技术, 来精准反馈前端设备的生产运行状态,全面提升工厂整体制造水平。 深度学习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。 监测模型能够在深度学习框架中得到训练,进行自我修正与完善, 从而提高缺陷识别能力。 作为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, 人工智能正在推动各领域从数字化、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转型。 由我们ABB工程师团队独立开发的MCB外观检测系统, 运用云端大数据分析技术来精准反馈, 我们前端设备的生产运行状态, 从而全面提升工厂的整体制造水平。 这是AI技术在北京ABB地亚电器有限公司的首次应用, 也是自动化生产技术和智能化制造技术综合应用的一次成功尝试。 现在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新基建, 通过新基建带动新模式和新业态的一个发展。 我们新的产品与完善的解决方案 会有更大的一个市场空间。 融合信息与创新是新基建的三大重点。 新基建将会有效地推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 互联网等技术在智慧建筑不同的场景中升级迭代, 以及快速地成熟, 必将为建筑行业带来巨大的一个发展机遇。 随着建筑市场不断发展, 以及数字化市场的逐渐成熟, 需要我们更加灵活快速地响应市场的需求。 我们有信心在未来市场竞争中 继续保持我们在传统业务上的领先位置, 与此同时在不断地促进 我们在智慧建筑领域的不断革新与发展。